以下八个女生加分的要点,快看看你中了多少项吧。 1.爱笑是不是美女真的不重要,常常把笑容挂在嘴边的爱笑女生都会给一种有很温暖而且很容易亲近的感觉呢。 2.笑容的感染力真的很大,和喜欢笑的女生在一起玩旧决心都被治愈了这点无论男生女生都抗拒不了哦。 2.个性大喇喇不计较谁说撒娇女生一定最好命啊。 3.其实个性大喇喇不爱计较的个性才是最受欢迎的个性脸这样的女生除了会让觉得神经很大条很可爱之外,也不像典型女生给会说三到四,搞小圈子的形象,也就是喜欢做大喇喇的自己啊。 3.随和而且不会搅柔造作如果你是个不介意吃的便宜,又不介意用餐环禁止管东西好不好时的话,你应该能归类到这一类女生哦。 拥有着随和个性的女生通常对什么事都没什么大所谓,而且会很照顾别的感受,所以超受欢迎的哦。 4.会化淡妆但不会化浓妆 其实无论是男生女生都对化大浓妆的女生没什么好感啊。 化淡妆的女生既能给一种温柔感,也不会给一种太进取的侵略感。 对于这种女生来说,化妆只是为了让气息看起来好一点并没有什么其他原因。 5.懂得下厨毕竟这个世代懂得下厨的女生真的愈来愈少了,所以这也变成了一个加分的要点哦。 要掌控男生的心就要先抓到他的未会下厨的女生就是给一种贤妻良母的感觉,娶老婆都是要娶这种。 6.待处是不会有大小眼会大小眼的女生真的让很受不了。 所以无论对着男生女生,比你高级或是低级都一样态度的女生更难能可贵啊。 7.很会制造话题搞气氛通常热场王都是男生在干的啦,因为女生可能比较害羞什么的,所以如果你是女生中很会制造话题搞气氛的暖场王,那你一定会很受朋友们的欢迎啦。 8.对身边的都很细心个性大啦啦不一定代表不细心哦,凡事都懂得站在对方立场去想的女生也是细心的一种啊。 如果你是个懂得察言观色,又对身边的很细心的话,男生女生的心都应该给你俘虏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